撑卡嘴巴讲究牙刷的角度 将如何把牙齿刷干净 介绍得零零尽致 这七位美齿模特儿 是结牙常胜菌 齿列排列整齐 没有半颗蛀牙 如果要吃糖的话 最好是吃完就先去刷牙 刘爱国小在全国结牙观摩赛中 多次获得冠牙菌的成绩 今年再次获得牙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邀请 协助拍摄正确的刷牙方式 牙线的使用步骤 拍摄这个解牙技巧 还有刷牙牙线的使用方法的宣传海报 那这些海报呢 会预计在暑假前应该可以印出来 然后会送到全国的各个国小 让他们贴在保健室啊 或者是那个校护或老师 当做解牙教学用 小朋友牙齿要好 一定要有正确的刷牙方法 再来你早晚刷牙 然后一定要使用韩服 1000ppm以上的牙膏 那目前呢已经有实验证明说 韩服1000ppm的牙膏 是能有效的预防取齿 那牙缝的食物啊 牙缝的牙群斑呢 就要靠牙线来清洁 想当模特儿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把牙齿张得最大才能刷到 这样可以刷得比较干净一点 特别感谢我们牙医师工会的林医师 因为他的协助让我们学校更加的努力 而且他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来协助我们学校 让我们的解牙的推动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真的是很感谢热心付出的牙医们 从教育开始 让经用学童的助牙率 从107学年度的46.76% 下降至110学年度的27.9% 整体进步18.86% 低于全国平均值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